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990 990到那边顶头了 是吧 结果它没有到 是吧 990有多少 这是990吗 我们算一下这个值 算一下这个值 122 122加208加107加106再加80再加140再加75 955 是吧 我们是990吗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 它的 我们先要把这个table是不是得聚中一下 table是不是得聚中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个table当中再写一个什么呢 margin 等于一个凹凸 这个表格就会聚中一下 看看 会聚中是吧 然后在这个全选的前面我们会给它一个内容的 但是这个表格当中还有一些判定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判定啊 这个值当中有判定 这个判定是几 七 这个值当中没有判定 这个值当中有十和二十的判定 这个值有四十的判定 这个值有四十判定 再其他没有了 是吧 好 为了我们能够这个用到这个这个值 我们在这里呢 我就不写判定了 我就不写判定了 因为人家是拿那个什么写的 DIV写的 咱这拿DIV写判定就太麻烦了 是吧 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判定值给它干什么 加进来 给它加进来 加进来以后呢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个 注意一下 在这个里面 我们给它设置七PX 就是加个七 这个就是一百十九 这个呢 给它加一个 这是十一吗 十一 那就是 三三 然后第二个是不加值 第三个是加三十 也就是二百 第三个是加四十 也就是二百 第四个加 第四个不加 这个应该是加四十 也就是一百八 最后一个加 最后一个不加 对吧 对吧 不加 然后这个外面 它有没有东西吗 没有判定值吧 有一个五的判定值 有五的判定值 那是上下的 好 我们打算也给这个表格 表头 不是表格 给表头 TR 也增加一个 style 增加一个上下的 什么 判定值 上的判定值 这个上下是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那在前面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种情况 当点击 好 差不多了 长得差不多就行了 我在这不写了 要紧接着我们现在 要注意几个问题 就是全选的前面 需要有一个什么 对眼框是吧 所以我们在全选的时候 我们在这判断 如果说 那全选这块判断 如果说 如果说什么呢 如果说 我们在这写 如果说 当前的这个 谁 当前的这个 它的值是全选 对吧 这个值等于什么 全选 全选 选 啊 当前这个值等 全选 这个时候我们就创建一个 check 等于一个 document.quite input 然后input check.tap 等于一个 check box 然后再进行我们把check 放在 放在 它的前面 是吧 th.insert before 对不对 把check 放在 th的 first chart 前面 为什么呀 为什么是first chart的 因为前面 前面是什么东西 文本 是不是啊 不是元素 听明白了吗 刚才这不是设置了一个tact counter文本吗 是不是这个全选 俩字的前面 而设置了全选 俩字的前面 那不是就是first chart的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于把它放在前面 前面去吧 我们看一眼这个结果 那一点击 然后底下会出现这个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的内容 稍微怎么样 往下一点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往下一点呢 我们能不能设置这个 设置什么 check get style get style 设置一个margin top 往下推一些可以吗 等于一个五项素 我们看一下 这样能推下来了 行不行 我们拿这个来推一下 tr当中呢 第一项当中 有这个 对吧 我们在这里是五项素 你看我把我往下推 行不行 那咋办 定位 啊 是不是要定位 定位就会怎么办呀 怎么办 能不能用margin bottom 动并往下拉呢 动并往下拉呢 margin bottom 等于负二像素 负二像素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值 不行 不行是吧 看来这不能用它了 那只能干什么 定位 还有什么方法 th 点什么 不是th 这个check 点 style 当中有一个 Display等于一个 Inland Inland block 是这个吧 我们如果把它设为这个 大家看一眼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用margin把它往下推呢 可以吗 可以吗 试一下 chatbooks chat.style 什么 margin 等于五项素 推得下来吗 推得下来吗 推不下来 其实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会比这个远一些呢 就因为是我们这个 chatbox本身它做的这个chatbox啊 原生的chatbox就有一些问题了 它底边会自动填了一些其他内容 我们在这里如果把这个删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chatbox 我重新点一下 注意观察一下这个chatbox啊 这个chatbox你看它底下会自带了一个什么呢 会不会自带一个margin值啊 它自带了一个margin值 那自带这个margin值会让它这个值变化 那我们在这里如果要把这个自带margin值给它如果轻了的话 就是在这如果给它margin统一设为多少 零的话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是轻了 是轻了吗 但是轻了以后我发现它没有干什么呀 没有下来 对不对 轻了以后没有下来 你给这个值如果设了值 再设置margin top值时 再设置margin top值为五个px时 看一眼 还是不行的对吧 因为它这个check会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我们input会有一些问题 后面我们再学习第三阶段时 我还会给大家再来说 怎么样自己分一个checkbox 就是我们不用它系统的 这系统太烂了 第一图也不能修 是不能修改吧 然后还各种问题 然后我们自己封一个就容易多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里头写的时候 就得用什么 定位了 要用定位 我们在这里使用将check 设置 spell.position 设置为 relative 相对定位 是不是啊 check.style.tope 等于五个像素 五个像素肯定不够 我们还会让它往下 是吧 有点多了 往上 这个设置为 两个像素 两个像素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之间 他们的距离还希望 再干什么 增大一点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还希望再增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 这个一开始就在前头的 对吗 就是这个里面的th 我们并不需要让它去中的 我们需要让 把这个check 它的left 设置它left 为五个 十个像素 十个像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刷新一下它的样式 点击 太多了 负五个像素 往前提 一直提不到前头去 我们前面是不是使用水平去中 没有吧 没有 再往前提 负十个px 是不是往前了 往前了 这个选选光就往前了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商品这个 商品这个选项 商品选项 不管这个选项还是这个选项 我们发现它都是什么 是不是居中的 是居中的吧 我这里有没有用居中啊 我这里有没有用居中啊 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里面没有设置让它居中 看一下 有没有 th 看一下th th 这是th设的 没有居中 啊 默认就居中了是吧 th默认居中的 暂时不管它了 那人家是div写 咱th写了 就这样啊